藥妆 和宋坊 枇材 父虎 以前浜仙岛 我记得 homogeneous 我们来聊几句话 你这些年 搞这个纪录片 赚到钱没赚 不赚到 那你没赚到 那你好好搞什么 我喜欢这个 你喜欢 你喜欢 那喜欢你那般人 还要画公子 拍摄这部纪录片可能是我这辈子 最糟糕的具体 三年前 我认识了一位在武林深山养风的 北大女孩 就不会一切的更定了她 我回柳平老家小住的这些日子 妈妈一直在忙着做饭 爸爸一直在忙着看我拍的追山人 爸爸十天看了八集 忘了七集 不是记性差了 而是脑子里绕不开一个人 那腰马子身体还好吗 他身体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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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马子 他赚到钱 他高兴 他心情也好 赚到一大坨钱 他赚了好多钱吗 干啥子 他小马子 搞建筑 搞建筑 包骨头 那个皇帝 今天好吃香 今天好吃什么 他现在你传说 他能赚好多钱吗 一年赚了三百万 他 那他是可以的 爸爸口中的腰马子 绝对没有马子 爸爸当着面 一般都管他叫老腰 只有背地里才叫腰马子 当然 腰马子在背地里 对我爸爸的称呼更加随意 恕我不敢提及 作为当父母的我们一天担心了 就像那个篇子搞了赚点钱 那一搞后 我听到那个时候 那个四条 我们把他丢了九五条 爸爸和腰马子的关系 我至今也不敢明确定义 既像过敏的朋友 又仿佛是一生之敌 他们在彼此的生命里 从未缺席 那个相片是大师 这个能感人 那你 你打能感人 那我们都很高兴 你知道 后人能感人 老地得有光 你只是要这个光荣 对对对 爸爸和腰马子 都是出生在这座山上的娃 他们一起长大 一起憋恼 1968年的冬天 爸爸和腰马子都想参军 但是名额只有一个 全村敲落打鼓 欢送爸爸参军入伍的时候 腰马子汗内 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 好兄弟 早点回来 一起种包裹 咬马子的祝福 让爸爸在部队里 特别能吃苦 第一年入党 第二年 当尖刀班班长 第四年 带你排长 爸爸被确定为 替干对象的第二天 就心机火鸟地 找年长借了一件 四个兜的干部商议 回家贪亲 40天 爸爸说 这是最不应该有的一次探亲 他虽然看到了腰马子 红重的双眼 但是 他错过了紧急归队 参加提干考核的末班轮船 这也是他跳出龙门的末班轮船 爸爸复远住进爷爷的茅草房那天 已经有了小马子和四间大瓦房的妖马子 永远都失去了两颗牙 不是笑掉的 是他在新房子顶上又蹦又跳 踩空了 摔掉的 爸爸说 妖马子捂着一嘴巴鲜血 还在说 土狗在哪里都是土狗 一辈子握不起三尺高的尿 在我们的山村 这句老话 其实只是人们对狗和狼的见别标准 鸟腿在草丛撒尿的是狗 爸爸想要向妖马子证明自己是狗 至少要盖一栋比妖马子家多一间的大瓦房 关于爸妈结婚的茅草房长啥样 我没有印象 只是听外婆说过 我落地的时候 拿泡尿差点滋到房顶上 落地一飙枪 不克爹就克娘 山村里的这句老话很吓人 但是爸爸一点也不怕 他说尿得高就好 像囊 应该说 我在爸爸和妖马子的故事里 一出场就很争气 比那个大名叫史征复的小马子 整整中了两斤 低调的爸爸突然就有点得意了 耗使三天三夜 才想出一个配得上我的乳名 荣桂 我想如果名字可以是五个字的话 我可能就叫和荣华富贵了 今天是有 也对我说 夏里一买还准备手放一吃 其他和你一等 一写的全个鸭子 摸大根 全个二 二写的全个鸭子 三写的全个鸭子 全个鸭子 那是做的啥子没用到的 我的到来 让爸爸暂时搁置了 起房子的计划 他说 自古寒门出柜子 前人墙不如后人墙 接下来的事实充分证明 我落地那一枪 完全不能说明我尿得高 只能说明我的尿有点多 十二三岁还在尿床 小麻子考上建筑中砖那年 我还在复读小学六年级 准备第四次冲刺初中 我唯一和囊接近的地方就是骨骼精气 难以驯服 就算绑在树上也不一定打得着 据说家门口好多半大小树都被我背走了 初二那年 初二那年 我又被校长开除了 最危急关头 还是妖马子挺身而出 挽救了大院霸里仅剩的一棵柚子树 我至今还记得妖马子一边给我松绑一边劝我爸爸 孩子不得醒是遗传 打是没有用的 自从那次被妖马子劝得肩膀一抽一抽的放过我之后 爸爸再也没有揍过我 弟弟冲刺小学二年级复读了整整三年 也没挨过揍 爸爸不揍我了 开始专心和妈妈一起养猪 还成就了一番自己的仕途 从小组长干到了村枝树 直到妈妈剁猪草的手指变形之后 和枝树终于建成了比妖马子家多一间的大瓦房 新房子上凉的时候 爸爸放了很多鞭炮 妖马子也来了 还送来了一个装粮食的旧柜子 他说小麻子到国有建筑公司上班了 他们要到镇上去筑楼房 这个装包裹的柜子用不上了 和枝树的新房子上凉那天 还来了一个当县长的战友 就是当初替补尖刀班班长参加铁杆考核的三班长 所以和枝树敲签新军那天 心里更加堵得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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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爸爸来说 我当兵体干 完全就像是买彩票中的大价 关于我在训练演习和抢险救灾中立过几次功 柳平的人们并不在意 大家一致认为 我主要得益于小时候飞过树 练就了一身铁骨头 其次是检讨书写得多 有比较扎实的文字基础 唯有姚马子认为 我最应该感谢他的仗义相救 如果被打残废了 是当不了兵的